这个立院的这个会期最后一天 外界关注的修宪案 经过一个下午的协商 朝野党团还是没有达成共识 而修宪案卡关没能送出立法院 引爆公民团体的不满 他们冲进了立委的办公室来抗议 不过这个会期还是通过了132项法案 行政院长毛志国也特别在最后一天到议场 来向立委表达感谢之意 蓝军立委喊口号表达各自立场 立法院这个会期已经结束 修宪案也确定无法送出院会 修宪的工作今天没有完成的话 等于临时会过来也没有用 也是以后的事 最后这几天可以讲是挑灯夜战 这个非常辛苦完成很多重大法案的审查 在立法院跟行政院大家一起合作之下 我们可以推出更多福国立民的法案 行政院长毛志国亲自到立院 感谢委员们的辛劳 不过本会期的最后一天 立法院并不平静 不满修宪毫无进度 到过前进成员吴玉锦冲进立委办公室 要国民党团大党变 赖施宝揣钩 警方强制驱离跟逮捕 前太阳化悬运成员王毅凯 冲突引爆就是因为蓝绿协商破局 国民党意要在在海上的在讲 隔魁同意权 是真正的这次修宪的重心 朱立伦不是也占成18岁的公民权吗 红袖柱不是也占成18岁的公民权吗 那为什么一定榜上不在籍投票 跟隔魁同意权 如果没有绑上他们就统统拿倒 那到底他们是有没有诚意来修宪 民进党希望先处理有共事的部分 但国民党坚持要处理修宪就得加上 不在籍投票和隔魁同意权 把所有主改的二丁签字全部报仇了 这个泄恨式的报复 我们非常遗憾 因为这个完全心里只有政治斗争 空荡荡的一场堆满了等待审查的法案文件 会期最后一天本以为会挑灯夜战 处理多个部会的主改修法 却因为修宪案协商谈不拢 也只能留待下会期处理 有点TV综合报道